妈妈 老板怎么办呢 跳起 哎呀 我就觉得朵拉的童年吧 应该是快快乐乐的 就在看一集 刚才没有跟你商量 我就是反对你这种 控制式 主导式的教育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 我告诉你 就一个副种子 让你爱好不要 我家庭作业 我们都不要了 没说不要啊 跟老公生个孩子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没那么为难吧 我现在什么年纪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呀 你要是不是丁克 我都不会跟你结婚的 回答了 我今天加班 咱俩的夫妻这日子过的吧 也就手机一个键 年纪 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 我们马上就吧 没有我们 只是你 在这座现代城里打拼 爱情它不是必须拼 我只是比你早认清楚这个事实 为了这个带着魔力的现代城 让我们继续打拼 继续遍体鳞伤吧 下一次 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而且我们两人的工作强度这么大 如果生了二宝之后 所有的费用都要叠加上去 生个二宝就这么费劲吗 我成就你以后绝对不会有效 我希望今天是最后一次以后 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个事了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啊 如果没有孩子 那人生不完整 可以啊 咱们去北京吧 毕业了 必须得出去闯一闯 你弟弟弟妹 还打算在你们家住多久啊 来我们家就是过渡一下 您是赵总吧 云海基金赵云生 一贯女人选男人 是投资里面作为风险的一种投资 你投进去的将是你的一辈子 哥 那个邱老板是个套路贷 把钱捐走了 我就是不想连累你跟躲了 李俊龙 就算是你走到山丘水晶 我也不会跟你离婚 我养你 什么 私宁怀孕了 你小子给我好好照顾好私宁 想知道一下 我现在还适不适合怀孕 大龄被运运 风险还是蛮大的 各位同事 大家好 我是姜浩铭 司令姐跟姜总 以前是恋人 姜总这次回来 就是来求复合的 我这次是带着整改任务来的 具体执行人 宋思宁总监 我们要上当劳动政裁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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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为什么老不回家 我最近的你工作 确实是一点对 你们要再用忙来做这个 这是信任问题 两口子之间没有信任 谈和感情 谈和过日子呀 你别碰我 周医生 你大爷他 这本事给我再求婚 你赶别你孙子 你找我 就是为了找一个能照顾你女儿 打你家务的保护是吗 我要真有证据 我就把婚给你离了 没有证据也可以离啊 婚真你跟我等着 这婚 我真给你明明了 我不忌人李侠 我不要看人家脸色过日子 谁让你欺人李侠 谁让你看脸色的呀 都可以你 永远别想到我妈 如果两个人的婚姻 一旦出现了裂痕 就算你要把它修复好 那道裂痕也是永远都会在的 可颜 等我有资格的那一天 我一定会把你追回来的 我以前总觉得他什么都做不好 我还总拿他跟你比 他才多大呀 才经历多少社会 只要对他来说 太不公平了 我就问一句 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不是 是猪的 我知道以前我做得不好 对你不好 对是个家不负责任 但是以后我会改 我努力地学着 去做一个好丈夫 做一个好父亲 才希望 是谁没有感叹 是谁没有感叹